你好 这是老胡频道会员的问答节目 今天这期节目的话是 这个机董和方脸层这个频道主提出来的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问题 他讲他有期视频叫男不坏你女不爱 他的观看已经超过一万 那么平均观看时长是一分钟 具体还有这个数据是50%通过关键字搜索来的 也就是说他通过这种方式 是想看跟这个关键字有关的内容 找到了他点击观看进来 所以这个是非常主动的一个流量 非常好的 那么这些人是有意图 匹配了这样一个视频进来看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通过这个观看只产生了十几个订阅 那么我们就这样子讲吧 十个订阅对一万是什么样的转化率 是千分之一 这是极差的一个转化率 正常的应该是多少 应该在1%到3% 这是正常的一个转化率 好 这么好的主动搜索的流量 这么低的转化率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那么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这个频道的背景 前两天我做了这期视频 这个会员可以去看这个视频 那么在这里头我提到了一点 就讲他们的视频 开场有问题 那么今天小陈问这个问题 整好的话 有数据提供给我 能够进行深入的分析 好 这是这个问题的背景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期视频 你看就这期视频 已经有17500观看 注意哦 他原来这个标题 没有这个粤语 这两个字在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片子 最开头的 20几秒钟 但是很多女生喜欢这个哦 男不外 女不外 12秒 13秒 哈喽大家好 我是姬斗 方明晨 今天我们要讲欲罢不能 好 讲到欲罢不能这四个字 已经是在第22秒 所以大家注意 我曾经在点评 他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讲了他的开场有问题 那么今天小陈 通过微信给我提供了一些 关于这个视频的 一些后台的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小陈提供的 反映这个用户观看行为的 一个报告 叫做观众年度 在哪里看到 我等一下会告诉你 注意看 他这个视频 从最开始 有两个巨大的 这样子往下降的 这样一个曲线 那么再仔细看 第一个下降的地方 是45% 0.07 就是7秒钟的时候 已经有55%的人走了 注意哦 这些人是点了这个封面 进来看 看了不到7秒钟 走了 有多少 55%的人 第二个 到22秒 开始说这个剧的名字的时候 这个时候 只有27%的人 剩下来了 已经有73%的人 走掉了 所以我做节目的时候 经常跟大家讲 最开始的15秒钟 最开始的7秒钟 非常非常重要 这是搜索进来的流量 他想看 跟这个剧有关的东西 但是你看看 百分之七十几的人 连20秒都不愿意给你 他跑了 所以开场是多么的重要 那么 刚才我们看过了 他在开场 出现在什么地方 问题 第一 前面几秒的时候 只有方便城 在说了几集粤语 大家注意 再看一下 好不好 这是第6秒 第7秒 你看 很多人 听到了方便城的几集粤语 跑了 为什么 因为 这个节目最开始 谁也不知道 它是一个说粤语的 这样一个节目 大家一进来看 这是个说粤语的节目 我又不是说粤语的 跑了 不给你任何的机会 再就是说 这些人进来 是看奈飞的剧的 所以你上来 废话啰嗦那么多 干嘛 前面20几秒 我都看不见 任何剧的一个图像 你来个截图 来个剧照 来个其他的场景 快速的闪动也好 最开始的时候 如果你要放一个片段的话 一定要这一期节目 最精彩的片段 你这个男不坏 女不爱 这样一个东西 太稀松平常了吧 对不对 难道这就是 你们两个人看这个剧的 最后的总结的这一句话吗 肯定不是啊 所以你要在这个后面里头 哪一个精华里头 剪出那几个闪亮的片段呢 大家讲 这两个人聊得有意思哦 我就继续听下去 对吧 所以他这个犯了 两个片头里头的一个大的错误 还有我在点评里头讲过了 他这个后面这个片头啊 过长 也就是说反映他两个人的个人品牌 这一段呢 太长了一点 其实这一点只要闪过去就好了啊 放脸层激动 大家记住这个东西 你不要把那么多完全非常私人东西 你自己觉得生活最美的地方展现给别人 在别人接受你之前 他对你这东西好不感兴趣 对你家那个娃娃 他一点都不觉得可爱 你们两个觉得可爱的不得了 我讲这个话 你可能很多人听了有反感 真的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些人搜索进来 他不知道你是谁 他只给你一次机会 他只对这个剧感兴趣 所以你最开始的时候 这十几秒 至关重要 其实这期节目 我前几天看过了 还是讲的相当有深度的 很有他们自己个人的这种观影的体验 那么你看看 百分之七十几的观众连机会都不给他 这就是现在自媒体在内容竞争激烈的情况下 这样一个惨烈的现状就是这样子 所以上来就要说人话 没废话 你想听什么 我直接就给你 然后接下去就是我多次讲的 前面观众看了你十几秒钟 给你一个机会 你不要忘记观众的姿势是这样子 他给你机会 不见得要给你看到底 所以你每隔15秒 每隔30秒 你要想这观众又要跑了 我要用什么话术 我要用什么梗 我要用什么其他的素材 留住他 留住他 前段时间我给大家讲 视频的结构 内容的导图 全都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 给大家推荐的讲好故事的工具 所以我今天借小陈的这个问题 给大家展示一下 内容竞争的惨烈现状 他这个视频 你看看他这个封面 难不坏 女不爱 从后台数据来看的话 封面做得非常棒 点击率是两位数 是相当的成功 流量还是高质的流量 搜索进来要看的 但是最后的结果 你看看 1万的这样一个点击 只有8.9%的观看完成度 平均的观众只宽了1分04秒 而整个视频是12分钟 大家看到了没有 如果这样一个观看的完成度 变成40% 60% 那这期视频可能就会火爆 所以你看到了一个片头 毁了整个的片子 两个巨大的这种台阶下来 整个22秒 人都跑了4分之3 这是一个不正常的观众年度的曲线 正常的应该是什么样 我给你看一个例子 这是我最近做的一期节目 叫做视频好封面 你看这个观看完成度在46% 这个视频总长度是12分39秒 跟刚才那个方脸层那个视频 差不多都是12分多钟 这个曲线是一个正常的曲线 我并不是讲这个东西多了不起 多高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平均水平 但是这个曲线的形状 应该成为这个样子 不要出现剧烈的这种滑坡 大家看到我现在这个曲线是这样子 缓缓地往下走 更棒的一个这个曲线 如果我这个视频的观看完成度 有80%的话 应该是什么 它在高位 基本上是水平向的走 然后它快到结尾的时候才下来 那就是最棒的一个这个曲线 那样的曲线 一而子就是一个火爆的视频 话题也选对了 各种主动被动的流量 都全部蜂拥而来 YouTube不断地给你 向更大的用户群推荐 所以在几天或者一个礼拜之内 都能过十万或者几十万这个级别 所以一个视频的关键数据之一 就是这个观众年度曲线 这个曲线在哪里找 找到这个视频 打开这个视频的编辑页面 里面有一个数据分析 在这个中间 你就会找到这个观众年度曲线 我这个视频观看完成度46% 还没有更好 是因为我这个片头处理也不当 你看看在这个地方 前面15秒已经有21%的跑掉了 所以我的视频的片头也有问题 但是不如放脸层 这个视频的问题来得严重 我希望通过今天这个例子 大家能够加深理解 我以前一直强调的 为什么讲视频的玩播率 是一个视频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几乎是这个视频的生命线 好 今天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 希望广大会员踊跃的提问 我尽量在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 再见